咖啡渣属于深厨局 而咖啡店都有咖啡豆麻布袋要回收 中西区清洁队是发昏了巧思 将麻布袋回收剪裁重新缝制之后 变成了饮料提袋 煎背包等等的文重品 这看上去都是相当的别致 不但是具有浓浓的文清风 也让资源循环再利用 清洁队员把装咖啡豆的麻布袋回收裁剪 重新缝制变成充满文清风的饮料提袋 煎背包等等 独一无二的文创品让人相当惊艳 在制作提袋的方面的话是比较耗时间 因为它制作一个差不多要半天的时间 就是从剪布一直到制作到完成 差不多要半天的时间 那我们的辖区里面有很多的咖啡店 那也刚好碰上咖啡渣是深厨语的一部分 我们利用它来做一个回收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想到用咖啡渣的 咖啡的这个麻布袋 那结合咖啡渣 晒干的咖啡渣 我们做成咖啡渣的这个除臭包 咖啡渣属于深厨语 每月都回收超过100吨 而咖啡店都有麻布袋可以回收 因此中西区清洁队发挥巧思 设计多样环保文宣品提供民众兑换 不但创新也让资源循环再利用 那这些部分就是一方面我们是想要 除臭做成除臭包而麻布袋重新缝制后 可以配合市府相关环保活动当作奖品 鼓励民众响应环保低碳的绿生活 记者 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